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柳丝的绿皮家伙吗 有可能 也可能是更黑暗的东西 认真工作 甄娜跟寿人大酋长 希望快速建好这个基地 我们根本不应该在这里 而且还跟寿人同盟 人类 我们在这里是要猎杀剩下的恶魔 我们目标一致 算你好运 够了你们 管好你自己 快回去工作 不 所以 这些寿人跟人类 要来我们的土地捣乱 他们会后悔踏进尘谷 我们会建造基地 让外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所以我们把他 能复杀剩下的火 Saya 伊鲁恩赐我力量 是不死族 快拿武器 他们一定是从罗德龙开始跟踪的 伊鲁恩救救我们 不死族一只攻进来 我们没办法和这么庞大的部队对抗 快点 我的姐妹们 配我回森林 不死族不会感到疲倦 我们根本没办法逃离他们 阿克蒙德领主 你看到了吧 我们无需惧怕夜精灵 天谦军团一定能 阿克蒙德 都过一万年了 这怎么可能 女人 燃烧军团回来了 我们要吞噬这个世界 这一次 你那些爱找麻烦的族人没办法阻止我们了 蠢货 你竟然让他跑了 该死 把他找出来 然后把他宰了 我们长久以来害怕的一天终于来了 燃烧军团回来了 我要在无法挽回之前 渡河去警告姐妹们 可不容缓 阿克蒙德领主命令我们腐化这座森林 我们会完成任务 阿鲁阿多尔祭司 我们听从你的号令 遵命 太简单了 我知道了 阿鲁阿多尔祭司 小心 末日守卫操纵的魔影可以看见我们 就算引盾也没用 我们最好离他们远一点 就怎么办 可不容缓 泰兰达 感谢伊卢恩 你逃出来了 不死族突然出现攻击村落 我们毫无防备 一身大地 山地斯 我们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这些燃烧军团派来的不死族 是我们的远古宿敌 要对抗这么强大的敌人 我们只能唤醒德鲁伊了 塞纳流死死后 只能靠我们唤醒德鲁伊了 我们必须在神圣的月光灵地小岛上 找到半神的号角 只有号角那清澈的声音才能唤醒沉睡的德鲁伊 但是祭司 寿人已经在岛上进了基地 我们如果想夺回塞纳流死的号角 就只能一路打进去 祭司 泰兰达 感谢耶鲁恩我们找到你了 不死族正往附近的兽穴前进 兽穴看来荒废很久了 但是 姐妹啊 那里还有位沉睡的德鲁伊 是麻法里的怒风 他是最强大 最有智慧的德鲁伊 一定要警告他 燃烧军团回来了 那我们最好快一点 如果不死族在他醒来之前 就攻下寿穴 马上行动吧 我们的希望都在麻法里恩身上 一定要唤醒他 快点攻击 趁他们还没成长 把他们统统抓住 这些 精灵比我们想的更强大 我无所畏惧 谁敢危害大自然 常常自然的命 我在暗影中行动 我无所畏惧 遵循女神的指示 不准破坏大自然 准备出击 可不容缓 终于拿到塞纳流斯号角了 我们现在可以唤醒麻法里恩了 号角响起 我遵照誓约新过来了 我们的土地充满了腐败气息 这让我非常愤怒 来吧 远国的守护者 跟你以前一样 把这些入侵者通通消灭 太兰达 我上次看到你 是几千年前的事了 我在翡翠梦境里 时时刻刻都在想你 麻法里恩 我的心因为再次见到你而高兴 要不是紧急的事 我不会唤醒你的 我在梦境中 感受到大地被腐化了 就像我的身体被腐化一样 你叫醒我是对的 麻法里恩 燃烧军团回来了 塞纳流斯死了 外来者在我们神圣的山谷中 自以妄为 就和预言一样 阿克蒙德会陆弓上海架山之巅 然后攻击世界之术 如果他将世界之术的力量 吸收殆尽 这个世界就完了 我能想到的办法 只有唤醒你和其他德鲁伊 猛情德鲁伊在山谷尽头的受血里 只要能找到他们 或许还有机会阻止阿克蒙德 跟他手下的恶魔 拿起武器 这样就行了各位 我们把他们赶跑了 回基地集结和疗伤吧 那些外来者也在对抗不死族 他们或许能成为有力的盟友 一起对抗阿克蒙德 他们就是一群混蛋 就是他们害死塞纳流失的 要我跟他们同一阵线 我宁愿去死 亲爱的 或许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这边建立新基地 让哨兵保持警戒 我们应该会继续遇到 外来者跟不死族 等一下 我认得这些熊怪 他们在腐化扩散之前 就逃出尘古了 或许 他们终究逃不过腐化 我们的战士和敌人开打了 我从来没看过这起生物 变得如此残暴 那就由我来结束他们的诅咒 安德法拉多尔 阿西塞拉法拉多尔 我倾听伊鲁恩的指示 祭司前面有危险 你一定要小心 没问题 迟塔兰达 你变了 你的怜悯 所剩无奇 麻法里恩 很久以前 我就发誓要保护这块大地 在危机四伏的时候 我可没有余裕去大睡一觉 亲爱的 如果无止境的警戒 让你变得如此冷酷 那一定是女神的旨意 阿西塞拉 糟了 少战被腐化 这些庶人疯了 他们的命运 不应该这么悲惨 弱者别想靠近一步 提克迪奥斯领主 命令我们杀光 所有想踏进这里的人 我们绝不手软 可悲的东西 你们本来也是夜精灵 这太让人心痛了 来吧 猛禽德鲁伊 让风暴乌鸦 再次乘着战争之风飞翔 一群牛阿拉 我的同胞 卡琳多再次需要你们的力量 因为末日就要来了 怒风尊师 我们听你耗力 现在我们要深入地底 把凶猛的利爪德鲁伊 从睡梦中唤醒 地神兽血 已经快三千年没有人来过了 不知道当时我们把兽血 完全封住以后 曾经有过什么生物 进入兽血里面生活 这里没什么好怕的 我唯一在意的敌人 还在上头腐化大地 我们快点完成这里的任务 早一点回到地面 我同意 但还是得小心点 过了这么久 谁都说不准 利爪德鲁伊看到我们 会是什么反应 恶魔胆汁 之中就是被这种东西诅咒的 如果腐化对这种单纯的生物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我不敢想象地面上的野兽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无论如何都得阻止腐化 不计任何代价 契司啊 等等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的萨满被奇怪的蜘蛛咬到 病得快死了 族人都逃走了 没有人保护我们 你要我们怎么帮你 这附近的生命之权可以救他 但我们不敢把它丢在这里 如果你能帮忙用这个瓶子装满泉水 然后带回来给我们 萨满就有救了 如果他的智慧可以让你们不像其他熊怪一样疯狂 我很乐意帮忙救他 以伊鲁恩之名 可不容缓 看来这就是生命之权 我只要把瓶子装满泉水就行了 赞美伊鲁恩 祭司 老实说 我们都怀疑你会不会回来 这样一来 我们的萨满有救了 再次感谢你的帮忙 这个咒服给你 他可以召唤我们 和你一起作战 为了卡丽布 往南方的道路无法通行 但这道门看起来有点希望 哦 糟了 我竟然忘了 亲爱的 你在担心门后的什么东西 泰兰达 这道门通往伊利丹的监牢 我们该走了 现在就走 伊利丹 那已经是一万年前的事了 他还活着吗 麻烦里恩 我们要放了他 他是我们对抗不死族 跟恶魔最强大的盟友 不可以 泰兰达 那个怪物永远都不能重获自由 但他是你弟弟 就算这样 他还是太危险了 我不准你放着他 你不是伊鲁恩 我不需要你准许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都会释放伊利丹 我没办法打开那道门 尽管丢下它让我十分痛苦 但我只能继续前进 让我过去 月光灵地的大德鲁伊要求通过 阿姨多拉 阿西塞拉法拉多 滚回去 你们没资格体验雄神的光彩 雄神 或许这生物是在说沉睡的利爪德鲁伊 但为什么会把他们当作雄神 他们的外观不是和我差不多吗 死亡之意的邪恶后代 我早该预料到你们这些恶心的怪兽 会逃到弟弟的火焰之中 啊 利爪德鲁伊已经醒来了 来吧兄弟 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搞什么 他们困在动物形态里 迷失了自我 他们现在敌我不分 你们要非常凶暴 以乌鸦之名 号角声可能有效 但在洞穴这里 声音只有几个人能听到 阿西塞拉法拉多 使命必打 阿西塞拉法拉多 像老师 弄风尊师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了 时军太长 我们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爱徒 别在意 现在我再次需要你们一族的强大力量 经过这么多年 燃烧军团再度来袭 只有我们同心协力 才能击退燃烧军团 怒风尊师 我们力抓德鲁伊 听你指挥 我不能回头了 女神的旨意是 麻发李恩错了 太鲁莽了 你打算放出来的人 就连一路恩也觉得他有罪 如今只要去死 以塞纳流色之名 女神的旨意 数人挡住我的路 只有威力强大的德鲁伊 才能指挥这种生物 祭司站住 这里不准进入 就算是你也不例外 这股可怕的邪恶力量 必须得束缚在大地之下 伊利丹原本是大家眼中的伟大英雄 我相信他可以再当英雄一次 伊利丹 你疯了吗 把背叛者放出来的话 会害死我们所有人 泰兰塔 是你的声音 在黑暗中待了这么久 你的声音就像无暇的月光一样 照进了我的心 伊利丹燃烧军团回来了 你的族人需要你 太兰达 我在乎你 所以我会帮你猎杀恶魔 但这不代表我亏欠族人 那我们就快点回到地面吧 我们每浪费一秒 恶魔的腐化就扩大一分 简直像是永恒啊 哥哥 像是困在永恒的黑暗里面一样 伊利丹 那不过是在偿还你自己的罪孽 仅此而已 那你凭什么审判我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曾经并肩对抗恶魔 够了你们两个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亲爱的 有伊利丹的帮助 我们可以再次击退恶魔 拯救我们真爱的大地上 所幸存的一切 泰兰达 你想过代价吗 接受背叛者的帮助 迟早会毁掉我们所有人 我绝不参与这种事 在一万年之后 我终于重获自由 但是我的亲哥哥 还是把我当成恶人 我要让他看看 我真正的力量 我要让他知道 我没有被恶魔操控 恶魔猎人 你敢肯定吗 你确定你拥有自由意志 人类 你身上有死亡的恶臭 你会后悔靠近我的 来吧 你会发现 我跟你可是不相上下 我们可以就这样一直打下去 但是 你究竟想要什么 指挥这支不死大军的金巨领主 叫提克迪奥斯 他拥有一件强大的术士法器 叫做古尔丹之卢 就是这个东西腐化了森林 所以你要我去偷走它 为什么 姑且这么说吧 我不喜欢提克迪奥斯 而我侍奉的主人 也能从燃烧军团的失败中获利 渺小的人类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 恶魔猎人 我的主人什么都看得见 他知道你这一辈子都在追求力量 而现在这股力量唾手可得 只要夺走它 就能消灭所有敌人 这就是放古尔丹之卢的地方 这些弱小的恶魔 没办法阻止我夺走卢谷 毫无挑战可言 邪恶逼近了 还有别的事吗 至少森林 不会再受到恶魔腐化了 但如果我摧毁颅谷 把这股力量占为己有 我就会变得比阿克蒙德的任何手下 都还要强大 对 这股力量本来就该是我的 我终于完整了 还有别的事吗 研发完成 毫无挑战可言 什么 你 是谁 京剧领主 让我们看看 你要怎么对付同类 还有别的事吗 可恶的恶魔 你们对我弟弟做了什么 是我自己做的 麻烦李恩 是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 不 伊丽达你怎么能这样 不死族的领袖已经死了 森林会随着时间慢慢痊愈 代价就是你的灵魂吗 你再也不是我的弟弟 滚开这里 别想再踏上我们的土地 好吧 哥哥 麻烦李恩 我们没有这种闲工夫 我们到底来这里干嘛 昨晚我做了个梦 有只巨大的乌鸦对我说话 呼唤我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被他叫来的 外来者 你是谁 我是索尔杜洛坦之子 寿人大囚长 我是珍娜普劳德摩尔 人类幸存者的领袖 来自罗德龙 这里不欢迎你们 祭司冷静 他们是来帮你对抗燃烧军团的 我梦中的就是你 但是你到底是谁 可以这样指示我们 我就是燃烧军团回来的原因 很久以前 我带着兽人来到这个世界 但也同时 为恶魔打开了通道 由于我的罪性 我被最亲近的人杀死了 我死后 战争在东方大陆 蔓延多年 许多王国都饱受战火摧残 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我现在终于能回来拨乱反正 我是迈迪文最后的守护者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的唯一希望 就是你们能团结合作 一起对抗敌人 对抗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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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对抗敌人 就会有关系 对抗敌人 对不起 我知道了 局势跟我们害怕的一样 阿克蒙德带着末日守卫往山顶过来 他随时都会出现 我们夜精灵在一万年前打败了燃烧军团 尽管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毁了 我们一直与世界之术紧密连结 过着自由和平的永恒生活 我们是世界术的保护者 也因为世界术获得永生 以及控制自然的力量 但现在我们该把力量还给世界术了 你知道这表示我们会像凡人一样变老 我们掌控自然的能力也会逐渐消退 亲爱的 如果这自尊让我们有所迟疑 那或许我们已经活得够久了 我先去山顶准备防御工作 亲爱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 请别忘记我们永恒的基本 夜精灵给我听好了 算账的时候到了 如果你能支援我们的基地 别让我们被大军击溃 我跟索尔就能去拖住阿克蒙德 女孩 你的计划真勇敢 或许我对外来者有态度偏见了 愿伊鲁恩的光芒照耀你 弟兄们 拿起武器 勇敢的兽人和人类 拿起武器奋战吧 目光降临 敌人在等待着我们 阿克蒙德在这里的胜利 让他冲昏头了 他一定不会注意到我准备的陷阱 等他发现早就来不及了 通往世界之术的障碍终于清除了 见证末日吧 凡人 最后的时刻来了 外来者已经尽力拖延时间了 你准备好山顶的防卫计划了吗 是的 我们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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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及防卫议切 我们在感觉中 我们准备接着 到处的阻力 我们下来 走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再来 全部 我们下来 靖 雞皮很緊張 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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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术 会随着时间复原 这个世界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做出了牺牲 就像兽人 人类和夜精灵 放下过往的恩怨 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 大自然也起身抵抗 永远驱散了黑暗 至于我 我回来确保世界还有未来 也让人们知道 他们再也不需要守护者 未来世世代代的希望 一直都掌握在凡人的手中 如今我责任已尽 就让我换为古老的传说吧 高塔的主人 大魔导师麦迪文 邀请你一起来参加 这场派对 别太羞 大家来做好朋友 这里有 你真还为何恐惧 随节奏 带动你的身体 一起下棋 但你可别作弊 把烦恼 全部跑在脑后 快享受 随身之后一别 这是充满奇幻魔法的提法 随心所欲 在今夜的卡拉档